耶稣爱我万不错 宁有神书告诉我 亲爱的小朋友们主日平安 有时你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 使你感到无法帮上忙对吗 比如说你认识的人生病住进了医院 大人失去了工作 爷爷奶奶的脚疼无力走路 面对这些困难 你感到难过 那应该怎么办呢 圣经列王记下四章一到七节 记载了天父为穷妇人添满油 看看那位妇人在难过和无助的时候 是如何经历上帝奇妙的恩典的 从前在以色列国 有一个穷酷的妇人 她的丈夫死了 剩下她和两个儿子 非常伤心 难过 由于他们很穷 向别人借了钱 却没有能力把钱还给别人 生活就更困难了 有一天 债主来向妇人讨债 说 如果她再不还钱的话 就要把她的两个儿子 带去做奴仆了 她感到非常害怕 心里又难过 然而又不知道 到底该怎么办 因为妇人的丈夫 以前是先知的门徒 她便急忙去找上帝的先知 伊丽莎 寻求帮助 一见到伊丽莎 妇人便急切地说 你知道 我的丈夫是敬畏上帝的人 现在又债主来 要带走我的两个儿子 做奴仆 伊丽莎问她说 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 你家里有什么 妇人心想 家里已经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连吃的东西都没有了 便忧愁地回答说 我家里除了有一瓶油外 没有什么了 伊丽莎说 你去向你的邻居们 借些空气泥 能借多少就借多少 然后回到家里 关上门 你和你的儿子在里面 将油倒在所有的气泥里 倒满的就放在一边 妇人心想 嗯 真的很奇怪啊 一瓶油 怎么能倒满 所有的空瓶子呢 虽然她不明白 是怎么一回事 却照着 伊丽莎先知的 吩咐去做了 小朋友 请你猜一猜 她会去借到 多少气泥呢 她和儿子 四处敲邻居的门 向他们借来 很多能装东西的气泥来 然后回到家里 关上门 儿子 儿子拿来了一个空气泥 妇人就将油倒进去 奇怪 气泥已经装满了油 但小瓶子里的油 却一点也没少 儿子把空气泥 一一拿来 妇人就一个接一个的倒油 直到所有的大大小小的气泥 都装满了油 最后她对儿子说 再拿气泥来 儿子却说 没有了 这时 油就止住了 不再流出油了 妇人跑去把这奇妙的事告诉伊丽莎 伊丽莎说 你去把油卖了 就可以拿这些钱还给债主了 剩下的钱 你和儿子们可以靠着安安心心的过日子了 这神奇的供应完全超越妇人所想的 并且丰丰富富 感谢赞美天父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 主耶稣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妇人原本只希望儿子们不会被带去当奴仆 可是奇迹发生了 天父不但帮助他解决眼前的困难 而且还供应他生活的需要 多多地加给他丰盛的恩典 小朋友 当我们和那位妇人一样 无法解决问题时 天父一定为他的大能 把小问题变成意想不到的加倍祝福 因为我们相信天父的恩典够用 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 当我们或身边的人感到无助时 让我们凭着信心仰望天父的供应 他必为我们行奇妙的事 他是这样子爱 这样的口感 他是一切的事 他是你需要 永远离开我们 爱心这样的 只有这样不说 你还怕什么 至少有选择 至少有选择 他们豁抬着信心 等会